一个啦,就是说 刚刚里面本来是放数字的 123,一直到31 30或31,然后呢 把它改成 年月日 或者只有月日 不过年月日跟月日差别就是格式部分而已啦 所以 我们主要是利用Date函数 然后把原来的那个 数字部分呢放在Date 然后月 年跟月部分的话 另外放 所以特别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是一个 日期格式的话 我是建议 记得一定要用Date函数 把它做一个转换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做这个动作的话 你把它当文字 串接的话 将来他就不认为他是个日期 那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那就会出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用Date函数 然后 再来的话呢 我们 因为用Date Date的关系 所以呢 他就变成一个日期 那日期的话 里面基本上我们在用Mind函数 把它的月份不一样的部分 如果不同的月份 跟我们上面的月份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给空置算 反之的话呢 就是照原来的公式呢 做输出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啦 OK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喔 我们当然呢 如果前面做过的东西 我是希望说能够 把它转成VBA 不过转VBA部分 我这里底下是 示范的 用刚刚方法1 就是数字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呢 是先做什么呢 我们刚刚做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 把它做 1到 就是说哪一个月 就是 先做一个数字表格 然后呢 再让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然后去掉不应该 有的部分 然后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把刚刚的逻辑 再变成那个 就是VBA部分 OK 所以你们其实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刚刚做第一个是 这个数字的部分 然后另外的话补充那个就是下拉清单 这下拉清单也蛮重要的 那下拉清单的话 如果你有个下拉清单 你就可以切换 你要看到的资料 这个地方的话切换 这个下拉清单的做法 主要就是特别主要 从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然后呢 把它原来的 这个 储存格内允许的资料 本来是任意值 改成清单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再加一个来源 来源的部分的话 如果是固定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用什么 直接输入啦 中间加豆点就OK 另外 你们可以切到最前面有个工作表 另外的方法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 假设你的清单已经在这里 那另外你也可以练习啦 从资料里面资料验证 清单的部分 可以来源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这样也OK 不过呢 这个方法 比较 我是觉得 如果像这1到12 假设你这边多一个1到12在这里 感觉也怪怪的 那你按确定好了 下拉清单 它这边也会出现 应该 也没什么问题啦 只是说呢 多一个东西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斟酌说 你要的 这个资料范围 到底要怎么放 如果是固定资料的话 那就直接用 资料中 中间加豆点就可以了 把这个资料 这边 像刚刚这个地方 资料 资料验证 然后中间加豆点 就OK了 可以把资料给 摆进来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 就大致上 就完成那个 我们要的这个 等于万年历 OK 所以你假设啦 只要年份 看哪一年 点选它 它就自动变 那个月 那一个月的月历就出现了 如果说 这个是数字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你要的这个 日期 格式 就月跟日而已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 就是再来看 就是如何把这个地方改成 所谓的 VBA 那这个VBA的话呢 我大概分成 几个按钮 其实一个按钮 就一个sub 这个程式云端上也有啦 那当然相对也 不复杂 OK 首先的话呢 我们一样 就把 前面做的 用函数做的 动作 假设用VBA来做的话 该怎么 完成 首先我demo一下 第1个啦 数字表格 也就按下它 它就帮我输出 1到42 数字表格 OK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判断 那个第1天位置 也就是说呢 应该在哪一个地方 应该6月 所以 按下它 有没有 1 到 1的话就是 表示礼拜二 就在这个位置 那再来的话 判断就留下哪些 这个不要 小于1 跟大于30 大于30的 都不要 OK 那判断的话呢 其实这边有个简化 其实这 这两个 做出来结果应该会是一样的 所以按下去没有反应 只是这两个程式 有一个地方 我把它简化 让它程式 比较 写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复杂 最后清除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云端上面 你也可以找得到 这 五段 程式 反正一个程式 就一个sub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段就是 按下它 我要怎么样可以输出 1到 42的这个 表格数字 数字 首先的话 第一个 这个程式 一样我们 如果要写VBA的话 首先第1个 一样就是在什么 在visualbasic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开发人员 visualbasic 然后你就在这个地方 一样找到我们的 这个VBA project 在这个专案里面的按右键 插入模组 模组 那我刚已经插入一个模组 再来的话呢 我要 第1个sub的话 是产生 数字表格 OK 怎么样可以刚好 按下 执行它 它刚好可以帮我输出 到这个范围 然后呢 它就刚好 输出的这个数字 刚好是1到42 那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呢 这个程式也不难写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概念呢 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确定它的范围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假设你要输出的范围 是在哪一列哪一篮的话 这个有个蛮简单好记的方法 就是 先确定它的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我这边 习惯 我自己的习惯是 i是列 for i 等于3 到8 OK 那 蓝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个是a到g 请你把它转换成数字 所以 1到8 跟这样 跟这样 1到7 这应该是1到7 OK 所以呢 for j 等于1到7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意思就是说 我先确定一下 我的蓝列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帮我针对这个范围里面的 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第i列 第i列的话就是 第3到8列 这个范围 痘点 蓝的话呢 是追 追蓝就是 1到7蓝 OK 然后呢 帮我一个一个 所以他会先从 a3 到b3 到意思类推 先把这一列 跑到g3 再换到a4 一直到g4 意思类推 一直到最后 帮我 把它跑到g 的最后一个 OK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后面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 需要输出数字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呢 其实可以 你就把那个什么呢 把刚刚我们的公式 那个公式的话colum把它改成追 所以colum OK 然后怎么样呢 加上 那个 i等于是 把它当成是列 列的话 减3 就是刚刚ro 减3 记得把它刮复起来 乘上7 OK 那也就是说啦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就是说 我要能够一个一个输出的话 那可以把这个公式给套过来 那当那个 j 等于1的时候 他就帮我把资料放进 那这个我把 这边先 先清 先清除 把这些 资料先清除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如果你这样一直行 他就1到42全部跑完了 那有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清楚说到底他怎么怎么跑的 所以喔 如果假设你希望他能慢慢跑 你可以 记得一个快速键 就是 就是帧错里面有个F8 他可以什么 逐行跑 按F8 他按一下 他跑一行 那一行的话 你可以注意一下 他那个 黄色区域 表示他现在 也就是你跑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回圈经过的话 那for i i里面这个词 他会跟你讲说 里面 目前是放3 那j目前还没跑 所以按F8 下一行 你会发现 这时候 j等于1 所以 把这个 i跟j的资料 带进来的话 结果等于1 那1放哪里呢 意思说把这个公式的结果 产生之后呢 放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呢 实际上指的就是 第三列 第三列在这里 的第几栏呢 第1栏 所以 意思就是说 把刚刚这边产生的公式 帮我丢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如果你按F8 他就会把1 丢到 A3里面去 OK 那下一个的话呢 Nest 这个Nest 指的是Nest J J目前等于2 所以意思说 换下一栏 也就是同一列 的 第二栏 然后里面放什么呢 所以把这个公式组合起来 里面放2 所以把2放在 B3里面 一次类推 所以 第一次类推 把这个资料呢 分别帮我放到指定的储存格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可以 把 要的结果 通通丢在这个范围里面去 OK 其实跟刚刚的那个公式有点类似啦 如果清除的话 其实 跟 前面的程式还蛮像的 也就是说 把后面这个 公式呢 变成两个双以后 那就是清除了 两个双以后 清掉了 所以 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 这一段 程式 复制贴下来 那把它改成 万年力清除 大家就清除 或者另外有个方法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range的方式来清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 我们现在 输出1到4 可是问题 我希望能够 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的话 那我该怎么 怎么做 其实可以直接抓什么 抓这个range 里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这个位置 把它带到公式里面 所以底下的话 这个判断第1天的位置 那我就 把 1到42的这个表格公式 其实复制 贴到底下来 改成万年力2 第1天的位置 其实里面的话 就只有做 一个动作啦 其实就跟刚刚公式一样 我们是减掉 那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呢 这个储存格 的位置 记得要加1 所以 指定 固定的位置的话 通常我用range range 哪个储存格呢 b 跟上 l4 l4 那这个 其实就不用 加那个前的符号 因为 range 通常指的是固定位置 记得加1 把 我们原来 它原来1的位置把它加回来 这样的话呢 把它执行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位置 向后移两个位置 因为它刚好是3 减掉3之后加1 OK 那再来的话呢 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 所以哦 我如果要在 BBA里面放那个 逻辑判断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加if 后面记得是then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als and if 这个前面都有写过 只是说呢 如果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特别注意哦 这个第一个条件 其实 跟刚刚的叙述还蛮像的 这个条件 小于1 或者 特别注意哦 这个写法跟 在excel里面的函数 不太一样 excel是把 我写在前面 但是呢 BBA 记得哦 是把 偶尔写在两个条件的中间 OK 第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里面 取得的值是小于1 或者这里面取得的值哦 所以你会看到取得的值 是怎么样 大于 那个什么呢 大于哪个位置 Range 这个应该是L3 所以Range 这边就大于Range L3 然后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跟刚刚的写法逻辑是 几乎是一样的啦 差别只是说呢 这个地方呢 是在 VBA里面去叙述 所以 if 第1个条件 或者是 第2条件 当然如果你要第3个条件 或者第3个条件 这边加一个Zen 如果这个底下为True 如果为True的话 那就丢给它空的 反之就把刚刚的公式 再输出一遍 OK 所以你会发现 写法 其实 逻辑跟刚刚 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 把它直接输出了 输出的话呢 结果 就会是 只留下 1 到31 的这个资料 其他就是 不符合条件的 只是说这边有个简化 这个简化部分的话 我刚好跟各位讲过 因为呢 这边程式有很多地方是重复的 这一段 还有这一段 跟这一段 就是跟那个 YSEL公司里面 基本上 道理是一样 可是如果在VBA里面是可以简化的 比如这一段 这个跟这个涨一样 然后跟 这边的这个 也是涨一样 123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三个一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做一件事啦 你干脆就在这边 把 这三个怎么样呢 把它改成 一个叫X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 这三个呢 就写在一个 X等于它 那把资料丢过来之后 以后的话 这边的话就可以改成X X X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简化这一段程式码 主要就是把 刚刚上面的这一样的公式 抽离出来 前面丢一个X变数 这个变数自己取啦 你取别名称OK 然后底下的话就变成 X小于1 感觉简单多了 然后X大于Range L3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变X 所以其实 它的关联是这样啦 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 就在这里 这一个 就在这里 那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那只是说多一行 不过多一行之后的话 当然两个 两箱 比较之下 你会发现 其实底下的写法 相对 与上面 其实相对的 会简化许多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这个 就是把刚刚写的 再转换成 这个VBA OK 那这个程式的话 我又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假设有些细节 因为这个VBA 对同学来说比较困难 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的第6页部分 可以试试看